好了,我們今天要看到是所謂的代數的運算了 我們可以看到6乘以2x加7y加5z等於6a加5b加4x加712 這總共有幾個位之數? 總共有這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這也是x嘛,五個位之數 所以這條四值呢,其實它只能劃減整理 看一下怎麼整理 整理呢就是把一樣的東西丟到一樣的地方 像這個1,編號1的東西 6乘2x是12x 等號的右邊移到左邊 減4x這個不見了嗎? 加上7y加5z減6a減5b等於72 好,這就是我們整理過後的四值了 那我看下一題 一樣的喔 4x加5y 一個x,一個y 一個z 又是一個y 然後 數字 再一個a 這一樣的 y跟y 丟一起 4x 加5 減6 從右邊移到左邊 減9z 加5a 不對 這也是減5a 等於89 所以整理過後變成4x-y-9z-5a-89 這就是我們最後整理完的四值了